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平 父母含辛茹苦 将他送入学堂 将军中学毕业后 常为将民书写对联 如一等人功臣孝子 两件事读书耕填 读书经事文章 孝气传家根本 战争年代 杜平将军书法兴趣中断 抗美援朝时期 我方姚庆祥遭美军袭击 劝职杜平冲操就业 亲自撰写碑文 约一礼拜写成 将军说 书法兴趣由此更浓了 杜平博学多彩 爱好诗词 摄影 书法 文从沈梦了解 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和全军展览 被誉为将军书法家 和连结奉公 生活简朴 被家属子女要求严格 身受官兵 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杜平将军书法功力深厚 规范朴实 一丝不苟 诗言体 南京夫子 庙有卑林 其有一位书林博取 一九零七年过金陵师东中耕骨碧连城 杜平将军所提 又古楼中层之笔 上书心旷神医四大字 以杜平将军手笔 杜平将军言 练书法也是练身体 将军突发过心肌梗塞 亦有胆结识 十年中曾靠边多年 闲居无耻 练书法以至于 晚年 每星期三日 步行至军区活动时练习书法 求自者无不斩指 辉毫正直 杜平于一九九九年三月四日五十二十四分在南京逝世 享年九十一岁 杜老的两位女儿写的回忆录 父亲杜平出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